大家有沒有聽過網球手呢? 很多人都以為打網球就會有網球手這個傷環 其實不是的 網球手是因為你經常重複同一個動作 可能會導致勞損 所以我們網球員在練習之前 就會做多些熱身運動 就可以防止我們有網球手這個傷環 十七歲的康兒早前在溫布頓網球賽 女子青年賽單打項目進入十六輛 成為香港三十六年來的第一人 偶像到場令她很有鬥子 其實我沒有特別想可以得到甚麼成績 希望可以逐場逐場地打 不要想那麼多 在溫布頓網球打第二場的時候 準備入場 我就看到有些香港網球總會的人 然後就突然看到陳奕迅在場外 就看到她有支持我 那時候我是很興奮 完全不知道 很失敗 我也有聽她這個 還有一個粉絲見到她 真的很開心 她的出現在場外外支持我 想更加表現得更好 康兒在三歲的時候 媽媽已經帶她去網球場 幫哥哥撿球 由興趣班到運動員 她小時候已經很享受贏球的感覺 我很小時候 我有一場球在香港打 很深刻 可能是我第一次打 在場上打了三個小時四十分鐘 應該是我第一次打這麼久的 一場球打這麼久 因為當時我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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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一個香港的比賽 很激動 我打完之後 完全想不到事情 很開心 因為當時我最後贏了一場比賽 很感動 我看到很多人來看 支持我 康兒受哥哥影響 中四開始做全職運動員 她對未來充滿理想和目標 我現在正在讀中五 我通常上學的時間是星期一、三、五、六 通常是上午半週 下午二、四週全日都在練 網球的成績上進步了很多 看得到比之前進步了很多 讀書方面 其實比起我之前讀名校 已經舒服了很多 因為其實是多點時間 可以讀到書 而且她這裡都可以安排一些補習老師 給我 是很方便、很好 對未來的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 未來這兩年 可以 都是大武館 可以參加四大武館 還有 如果可以做得更好 再做得更好 比之前 而我希望可以成人 參加多些成人比賽 希望可以有一個好的排名 到時候 將來的目標 遠一點的目標就是 可以打入到 WTA的頭五十名 終極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打到奧運 我們可以打到 我們到處